住外國住久了的一個後遺症 我覺得那一群真的太猛了 起司機的天花板 僅剩的50塊現金呢 吃了我們這一餐 5分半分 就燒烤的感覺 醬子散會這樣喝下去 好大家今天呢 要來去做一個觀光客行程 朋友是觀光客嗎 所以身為一個假的地陪人 因為我其實已經離開這裡10年了 所以呢今天我也會化身為一個 觀光客的一個身份 我們今天要去吉隆坡 做一個city walk 我們現在會去一個叫 壁滑茶室的地方 就是我看小文書很多人介紹他 到壁滑茶室了 你看瓦包咖啡 他的黑咖啡就是這樣子用炭煮的 哇好多人喔 你要喝海南茶或咖啡 咖啡 燒烤的感覺也很好吃耶 我先幫你加這個蛋囉 哇我們食物都來了 豬腸粉 燒鴨叉燒飯 這裡的蛋塔 麵包跟生熟蛋 他真的是用一個瓦包給你耶 跟昨天的花樣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甜妝還有帶一點點苦味 就是開發咖啡的苦味 這個我比較喜歡 馬來西亞必吃的半生熟蛋 現在把兩粒蛋撒進來 旁邊這裡有那個胡椒粉跟醬油 OK 對 澆散 很濃 很好吃 日式不知道有那種生雞蛋拌飯 有點像那一種然後沒有腥味 裡面是有那個 開鴨跟牛油 加熱汁 我好喜歡這個 然後去韓國開店 賣這個 這好好吃喔 雞蛋然後再加那個 開鴨跟那個牛油的鹹味 不得了 嗯 原來一點飯 好 點個辣 那個點那個辣椒 他辣的好好吃 那辣椒是我 每次吃雞飯都可以吃好幾包好幾包的 這個真的很香 就是 畫龍眼睛 真的 那辣椒真的會讓你整個雞飯去到另外一個不同的 level 我們剛剛這樣子吃下來呢 是72塊馬比 就是在韓國吃這種的話 絕對不只這個價格 那我們現在就去 鬼仔巷走走 那鬼仔巷是為什麼叫那個 因為它是那個 拐仔 拐仔 拐仔在那個 廣東話就是 小孩子 那你知道小孩子很吵嘛 就是有點拐仔 又調皮調皮的感覺 所以呢它就叫拐仔 有一個拐仔巷 有一個拐仔巷 其實這也是我第一次來鬼仔巷 其實這也是我第一次來鬼仔巷 我真的沒有來過 這也是完全是我第一次 所以 我個人也覺得蠻特別的 很多星顏跟Emmy會來這裡拍 然後 我想跟你說 什麼 淘汰 什麼 好像有一點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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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NO 外面下雨了 隨便進了鬼仔巷旁邊的咖啡廳 可是它有賣這個 班蘭涅的冰淇淋 好馬來西亞的口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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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抹茶拉鐵很fancy欸 我們也點了三個不同的牛奶杯 它是應該會很小 它不是化成粉 就是化成脆的 它很漂亮欸 對 這怎麼捏出來的 它其實不是捏的 不然咧 它是有一個那個磨 啊 但是它不是甜的那一種 也是甜鹹甜鹹 但是我覺得如果是台灣人的話 應該會期待它是 比較甜的紅豆 我很久很久沒有吃這種 糕點 它的感覺很不一樣 是不是有斑斑的味道 就是有一種鹹鹹 這是椰子的味道 喔真的嗎 椰漿會不會放一點鹽 喔奧 由於下雨的關係呢 我們真的是沒有辦法在外邊走動 大家好 還沒有去 它那種比較 嗯 馬來西亞比較那種 捕羁的 逛逛景點 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來到 馬來西亞最新的TrX百貨 我自己也是第一次來 裡面哪裡有什麼呢 第一個迎接我的就是 louet vitain Dior Gucci 還有 Fandy 我們去一些我們買得起的好不好 它是目前馬來西亞最大最大的商場 我第一次來這裡啊 我真的覺得超級無敵大 它走了一條還有另外一條 這裡開了一家這個 MIRTOSIT JIN 這是韓國的那個異山豆有名的蒸麵包 超多人 ERX竟然有ParisBakets耶 哇這個韓國好像沒有 但最好在韓國有吧 這種都有 對這種都有 有欸這個 這裡也太多東西吃了吧 我以為現在是過了幾個月 洗茶站沒有這麼多人 但是OMG不知道今天是中午還怎麼樣 洗茶前面都是在排隊 買了一個潤紅的 因為我開始有喉嚨痛了完蛋了 每次回來馬來西亞都會發熱氣喉嚨痛 我在韓國都不會 我再吃這個非常有名的瓦包雞飯 然後這些雞飯呢都是在這裡外面煮 超有火候的感覺 我再等候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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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等候去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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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呢我會無緣無故 不經意的摻雜韓文 馬來話你平常沒什麼在用啊 對啊可是就很搞笑啊 我曾經說不出中文 然後我就 從頭到尾 假裝自己是韓國人買完東西出來 哈哈哈 住外國住久了的一個後語針 一斗 好 對這個是吉祠 這是沙梨 好你可以喝喝看沙梨 沙梨它是什麼樣子 我也不知道 好 這條文章我發現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發現 修修好像不是馬來西亞人 就是說好像是手工欸 我沒有想到它是 就是摻海鮮的肉下去做的豆腐 我以為就是一般的 比如說魚豆腐或什麼的 很好吃欸 馬來西亞就是吃炸物 很喜歡沾泰式酸酸辣辣的辣椒 這感覺都很陡耶 很香 它那個食材的味道都融進去了 而且它味道不會到太重 感覺深甜 拿布該反雷了 好香喔 它那個辣腸 好好吃喔 味道很香 但不會太鹹 不會太重 它的雞好軟 好嫩 幾分 五分 百分 沒有可以挑剔的地方 很誇張 嗯 它那個酒香 然後那個醬油 都很剛剛好 而且因為它是用那個炭嘛 所以呢 會更香 就是真的是 慢慢把它的味道 弄出來 該有吃飯 馬來西亞要來這家吃 超多本地人來這裡吃的 我覺得 奇隆坡必吃的一個瓦包雞飯 今天是我們吉隆坡的 一日遊變 二日遊 第一天來的時候呢 天氣不好啊 然後 等等其他因素呢 所以我們決定再來 因為吉隆坡真的很多美食 然後現在我們是來到 ICC鋪路 其實我也是第一次來 可是重點是呢 聽說這裡就是 用陷阱巨多啊 欸我真的沒什麼陷阱 我有韓比他熟 我看一下啊 我有沒有 我好像有最後一張 喔我還有最後一張藍色 就沒了 大概做了一些功課 就是 蘸年糕必吃 黃酒雞包必吃 上豆腐跟那個鎮大飯 用僅剩的50塊現金呢 吃了我們這一餐 這裡比小香中熱 沒有很通風的感覺 它就是那網召蓋 然後做成包 它小小顆的我以為 跟台灣的生煎包很像 那它其實就是一個 多小百個包子 好吃 但是蘸年糕是真的是這裡 很有名很有名 只要找小紅樹ICC鋪圖 這裡大家都推它 所以呢 很期待 因為它是三色的 嗯 應該是有 鹽糕 然後芋頭 跟紫色的糕吧 來吃這個 釀豆腐 這還在蒸大阪 大白的是桂果 對 鍋條 它是用蒸的方式 它不是煮的 所以蠻特別的 嗯 很清爽的 它不是那種 很重口味 可是它的酒味蠻重 我覺得還不錯 吃完飯呢 我們現在馬上來到了一個 我超久超久都沒有來的地方 就是 我旁邊有一位非常喜歡 哆啦A夢的 好朋友 所以呢 我看到就是有人推說 哆啦A夢 這裡有賣很多 哆啦A夢的那個產品 以前 我會來就是 蘇阿旺阿 這些地方 是因為 以前最新 就是 最明星 他們簽唱會 什麼的 已經過了十幾年 已經真的是沒有來這地方了 看到ROCK SPACE了 我剛剛 有在開始 對 不然間你的那個 腳步加快很多 欸這超可愛耶 你還不要放一個在公司啊 我覺得可以耶 因為它沒有帶汁 然後它就要 全程這樣子抱這種 我們現在要去唱KA 來這間A Quiet Place 聽說是大嘴巴2.0 為什麼我們會有唱KA行程 純粹就覺得 我們是來體驗生活 不是來旅遊的 重點是它沒有想要去的地方 因為說我來 我來這裡的時候 我就把我腦子給丟了 我想說有你在 那就只能跟我一起生活囉 這家感覺蠻漂亮的 跟一般我就是 在海下唱KA的感覺很不一樣 哇 欸這個 這個 很讚耶 哇 也太大街了吧 我們兩個人 而且超便宜的 二十三塊麻痹 超過三個小時 超級一點點 就讓你牽手 再擁抱一點點 我選擇自己走 以外的生活 時間一起 搜索 愛見到你的畫面 我增上了你 自我 你自我 自我們 自我 那大霓 你還出現了 花心 那些你很滿足的夢 我被你去封 情緒在盡頭的遇見 早就會再弱 我們現在唱完歌 然後走去Lot 10吃那個吉隆坡非常有名的cheese cake 然後我想說我們真的好幸運喔 我們剛才在唱歌的時候呢 下了一場雨 所以呢現在天空就是已經變很藍很輕了 就不會再有那個不好的情況出現 我還是比較烏鴉嘴 Bot 10 裡面有一個籃球湯 好扯喔 找他找得好辛苦喔 大家都說原味的好吃 Eargray Ice 找到這家東京餐廳來吃傳說中最好吃的cheese cake 我其實在還沒有去韓國之前我就知道這個cheese cake很有名 但我就是沒有那個機會來到吉隆坡這裡吃 那今天終於要吃看了 蠻期待的而且他一片就要幾乎25塊馬幣了 算是蠻貴的一片cheese cake 就是這個傳說中非常好吃的cheese cake 它好軟喔 哇天啊它超cheese的 它cheese超濃 好吃欸 它是什麼它是cheese cake 欸不怪的大家就說它真的是cheese cake的天花板 而且它有點酸它不會太膩 很適合就是來這裡就是喝個下午茶 然後再去shopping那種感覺 本來是要去那個NZ Curry House的那個媽媽當 然後就是打卡雙子星塔跟那個媽媽嘛 結果現在下雨然後也走不到去哪裡 也見過我們要轉移正地去那個TGS Bistro 就是EVA去過那間媽媽 可是呢現在離我們那個距離是走路12分鐘 然後這裡因為是Bugging me down 所以是很難接到車了 所以呢我們必不過得已呢 要在路邊呢有一個人賣傘 然後我就說看看它傘多少錢 我就猜10塊 果然是10塊錢 10塊錢一把傘欸 然後我們還是買了 我們現在就是要過這一個十字路口 然後大家都在這裡拍照欸 我身為一個馬來西亞人 其實我不太明白這裡為什麼會是一個拍照景點 是馬來西亞的澀谷十字路口 亞羅街 哇他們第一次走進來欸 很像德國 很像德國 你好 你是阿賈西 你好 還有我阿賈西勒 最後還說 我好想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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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來吃你心心香燕的炸香蕉了 可是它這個感覺比較厚欸 它裡面就是軟軟的 對啊 香蕉本來炸了就變軟 嗯 就它如果是熱的話更好吃 可是真的是好吃的 因為在韓國那一間裡面吃的 它其實它裡面炸香蕉還是實性的 來了 拍了這家也是蠻有名的TGS Bistro 你要不要炒泡麵 呀 超大的 新鮮椰子水 加了一份美肌果仁 加一個荷包蛋 它很香 台灣的炒泡麵大部分是用 越南有一個牌子的 更細 然後味道沒有那麼重 這個味道這種好吃會喜歡 就有一點點辣辣的感覺 很好吃 好久沒吃到這味道喔 有一個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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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脆肉喔 好高喔 我買的欸 到底要怎麼吃呢 我來教你 它其實就是自下來點煉乳吃而已 這很好吃欸 這個邊邊太硬了我告訴你 然後她 很想要吃看沙爹 我們回來加到阿羅爾這裡呢 要吃沙爹 我真的覺得我來吉隆坡 不是City World 而是Football 我快樂 不行了 然後我說我飽了 他就會瞪我說 你太肉喔 不是我的問題 我們現在要來吃沙爹之外呢 也叫了這裡非常有名的幾次 最後 台灣的燒烤 有點像 但它又多了一種 很像的香味 身為31年的馬來西亞人了 我沒有吃過王阿華的燒地吃 相信大家應該沒有吃過 因為大家不會特別來 因為這裡真的很光光 就燒烤的感覺 我終於看到這個KLCC了 根據小龍說 就是要拍出最好看的KLCC照片 就是要到這個Public Bank這裡 至少要來打卡一張KLCC圖吧 這樣才到此一遊嗎 這裡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就是 有很多人拿著手機跟閃光燈 然後就是幫你拍照 結果要收費這樣 也是蠻扯的 也是一門生意啦 我覺得那一群真的太猛了 而且大家都是滿滿的嘎倉 閃光燈什麼都有 他還會叫他擺POSE耶 大家看他手上的這個 超多閃光燈 超驚豔的 哇 哇 我想要把我腳拍得超長的 哈哈哈哈 很強耶 第一次覺得地面尾巴 因為這麼多人跟我親自 平常我真的不敢這樣踏出去 我怕那個MATA來找我 哇 哇 我的說謠言的鬼 幾個BRAP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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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我們已經拍完了 我們剛剛就是選了三張照片 然後本來是一張10塊嘛 然後我們就稍微就是 你剛剛討價還價 跟他小哥說 我們馬來西亞人嘛 給點Discard 然後我們就是三張照片 25塊 馬幣成交 不能否認的是 他們拍的照片真的很好看 而且他們的閃光燈 他們的那個長筆 真的是非常的棒 身為觀光客的他選了兩張 身為馬來西亞人的我呢 也選了一張 很厲害 我只能說 那個OBPA很有信心 OBPA 你要不要猜拒一下那個OBPA 不是 因為我們馬來西亞就會叫ABANG ABANG就是哥哥 那韓文就是OBPA 對不對 那今天我們的兩天 吉隆坡 兩日遊 正式要結束了 我們也打卡 我們一直打卡不到的雙峰塔了 對 我終於來到一個觀光客行程 那希望大家如果之後有機會來到馬來西亞的話 也是可以來到這邊就是 拍照 我覺得蠻棒的體驗 雖然說可能就是 是要給點錢 可是那照片真的很值得 因為自己拍不出來 除非你帶好你的閃光燈來 喜歡這支影片 喜歡這支影片也可以給這支影片喜歡 或也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FollowIG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 TAMAYBAYO 安妞